这盘的单打由许欣对周宇 解放军的小将周宇对上海的许欣很不容易 谁现在能说能冲击马龙成功 获得了全国男子单打冠军 而且他在队内近期比赛当中 他也是要求选手胡英超 因为两个小将对胡英超是不太好打 昨天晚上 昨天和这个天津的 左手来说还是非常重视 因为我们的左手运动员 在世界比赛当中 相反的也去进行一些合理的训练 去弥补他的特段 争取左手运动员能够 周宇的技术特点 周宇他这个左手握拍 他主要是一个就是 一个是发球比较好 再一个就是说反手拧拉 反手的时间比较短 这种比赛经线跟调节能力还是有 还有很多这种咱们资深的一些老教练 提比酒周宇先拿下了第一局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将继续为您带来这场 我觉得他还是有点紧 但他从开始来说 我觉得秦志坚 这个许欣 许欣做的不是很 第二局开始 看看许欣能不能能够 打许欣的反手得分 总之这个巴许欣如何摆脱 线有些高 在今天下午山西运动员 获得过女团的第三名之后 在长达54年的时间里 好球 男子团体还没有绝出来的 就是大家看到的男团的冠亚军 领先拿最多的时候领先三分 我们可以看关键时候 我也可以说基本版 好的 好的 因为急于求成的话 他在上海南队啊 他身上的 我觉得这次叫暂停 叫对了 停顿之后 回到全会的乒乓球赛场 我们看到可能会对许欣的这种难度和要求 打 这个球比上的话 一定要这个开局中局委局 经常出现的问题 暗部就班 我舒服 对方也舒服 最后 因为我是在这个 以着胜强的时候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思路 我应该 大概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打 前段我可以凶一点 该脖子该凶子还是要坚持 坚持凶肯 坚持进攻 转的话对方就不太怕你了 小冬教练 你觉得现在就许欣需不需要让自己在场上 再兴奋一些 或者像周宇那样 周宇跟凡志冬这两个人 把他更释放一些 其实我们教练比较过瘾 也让对手看着比较吓人 好的 就是他很细腻 不是那种类型 在侧 车 行程对拉 小将周宇 能够稳稳地把球拉住 保证没有站稳之前 是 我们搜导的 在练球的不够 然后是 如果マス 我已经得了 我已经得了 所以这个球 可以 因为我们要这种比较 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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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解放军队又拿到了第二分的胜利 朝气蓬勃 激情四溢 充分体现了